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得懂的話 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震亮 大家好 平安 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 吳崇涵老師 您好 大家好 還有前海軍艦長呂理師 大家好 好 剛才小事 現在帶您來看到的是 很多人在問TVBS的民調 今天出來了 最新民調要帶給您 這是TVBS目前的一個 最新的民調 在明年的總統大選支持度 目前最新進展 是賴清德33%第一名 柯文哲32%第二名 侯友宜則是25%第三名 好 這一份民調的時間點 是在全代會之後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在全代會之後 目前這樣子的一個判斷 對上上一次 好 上一次是這個 賴清德30% 侯友宜23% 柯文哲的部分則是33% 所以看得出來 相關是有所消長的 而侯友宜也有微幅的提升 名字上面賴清德 柯文哲互相見長 民調變化顯示的就是 最近所發生的一段事情 如果說侯友宜 他現在是因為全代會的關係 所以讓他的民調稍稍的有所回升 大家要問柯文哲他這一回 跟上一次比起來 往後掉下來的是什麼原因呢 來 回到我們的CG 我們必須要來看到的是 其實在這一次這個民調 好像排序上面沒有大變化 而且第一第二名只差一個百分點而已 但是侯友宜比較明確的是 他有持續的在往上走 那現在呢 持續的在做三望二啦 朱立倫講的這個執政大聯盟 到底是什麼 現在說了 金埔中提出問題之後 朱立倫說 趕緊我找大家一起來談一談 侯友宜的解釋就是 其實就是下架民進黨 就是全民共識 那到底 他現在跟這個 柯文哲的差距 其實也不到7%而已喔 所以不到10個百分點都還是有機會的 那怎麼超車呢 這一位他講的 關鍵其實就在 柯市府的大祕寶裡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現在民進黨 也是在猛攻柯文哲啊 為什麼 好 這一位莊瑞雄委員 他直接告訴你了 因為戒慎恐懼啊 他說啊 柯文哲 他們的黨還是小黨 然後能夠超越 家大業大的國民黨 所以他代表著各陣營都很努力 他覺得民眾黨讓他們戒慎恐懼 開始猛攻柯文哲 最近看到狂打的是什麼 一個 北流案 好 北流案呢 這當中 這個本來說 北市府這邊有1.9億多出來的錢 要文化部這裡來付錢 文化部就講啦 整個調節的過程 你們跟廠商怎麼講的 我都不知道 你跟我來我就要付錢 哪有這樣的道理 柯文哲昨天還趕緊在臉書上 PO了一個影片 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有這個1.9億元 整個過程到底是什麼 但是這一位民進黨的議員 許淑華他就講了 說你從頭到尾都沒有通知文化部 所以他覺得這絕對是有程序上面的問題 柯文哲呢 要怎麼樣來罵民進黨 現在剛好台風天嘛 錢瞻治水預算 他就打批了 錢瞻等於錢瞻 好 花那麼多錢 到底有沒有真的好好在做事情 台北市還說都沒拿到多少錢 民進黨馬上轟他不厚道 說你拿了百億元 你還這樣吃完大餐 插嘴就罵 這個太不公平了 甚至還罵柯文哲什麼 仇女啊 好 在這個 他的遊行過後 現在他要來辦一個 就是北區姐妹會 茶會現在也被講了 說還要限定場才找得到 說這個就是在洗白 但問題是這就是在他心裡的DNA 要他先去上性貧教育猛攻他 也有人說這樣子的一個猛攻 確實在我們TVGS的民調看到了 互相賴清德 柯文哲就有進場啦 一二名就會 丁鬥病就會換人做做看啦 是不是真的有用 一個問號 好 原因是因為 先前也發生過高雯安事件嘛 那個時候呢 在選前還這個查 炸領助理費案 甚至還去搜索他 整個過程反而把他的民調 一直往上打 這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是什麼 是上一回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全黨之力猛攻韓國瑜 但真的就用各種的貼標籤的方式 把韓國瑜越打越低 到底最後會是哪一種呢 這次選舉其實大家都說了 是台灣的非常重要前途的方向的決定 好 這一位我們的外交部長 吳兆憲就講啦 其實不管怎麼樣 他認為只要國際關注台海 我國跟他國合作 戰爭就不會一觸即發 大家也要問了 所以是怎樣 大家合作就可以了嗎 大家都看到我們台灣 這樣子對岸真的就不會動我們了嗎 什麼樣的理由呢 好 美國的眾院則是直接幫我們 提高這個社會上面 國際上面的能見度 因為他們主張 聯大的2758決議不設台 好 2758決議是什麼 是當年在決定 整個國際社會的時候 誰代表中國 然後後來變成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件事情 他說了 那個只決定說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但是不涉及台灣 這個就直接打到了 一個中國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這當中要如何解釋 我們的主權到底是不是要在 一個中國的框架底下等等等 對岸不會跳腳嗎 游席官馬上跳出來 說這個就是台灣 中國互不隸屬的歷史真相 還感謝美國 但是這真的有用嗎 兩岸之間 現在關係確實緊張 漢光演習的時候 蔡英文在今天也特別來到了 巴黎這裡來釋導 釋導的是反登陸 軍方人員全部到場 甚至在這次演習比較不一樣的是 直接看到了美方的觀察員 來到現場 也來了解 也來觀摩 也來跟我們好好的溝通一下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來看 這場選舉所帶來 有可能對台灣現狀的改變 回過頭來請教亮哥 怎麼樣來分析 我們在這一次TPBS 一個最新的民調 也就是在第一名的部分下 變成了賴清德 第二名是柯文哲 兩個人的差距1% 而侯友宜雖然是第三名 但是民調微幅提升兩個百分點 這個T台的民調 柯文哲一直都蠻高的 我記得上次還領先 對 所以這次是小落後賴 可是兩個人幾乎不分宣制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你這個因為不表態率也相對 其實也差不多十幾% 這樣的落後事實上是明顯的落後 不能夠說侯友宜也沒有差很遠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選舉到最後 都會有集中效應 就是你會希望 你最討厭的人不要當選 所以票會集中 所以這樣的差距 對侯友宜是非常危險的 不是很接近 是非常危險 到時候他會被棄保 這個就好像連戰 連戰事實上在2000年 他也不應該選到24 宋楚瑜為什麼會有36 就是跑掉了 集中化的效應 所以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維持在3%以內 所以你就沒有追了機會 不然你就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要打柯文哲 這兩種打法其實不容易打 比如說北流 大家也知道 柯文哲跟李永德關係不好 所以民眾黨也會有他的說法 照理講如果真的要打柯 現在執政的是蔣萬安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不想打這一題 這個就牽涉到競選策略 因為國民黨可能也考慮到 最終藍白是要合作的 所以不要讓大家有太 這個不好的情緒 因為可能到11月12月 大家還是要整合的 我跟你講你只要沒有執政 你不容易拿到真正確的證據 比如說高宏安 高宏安對新竹棒球場 他也想辦法再收集證據 可是他看不到金流 金流只有檢調看得到 新竹的檢調會配合你 這個執政黨 我說中央的執政黨 會有絕大優勢 因為他有法務部 那他有調查局 所以他如果要介入 要看到真確的資料會比較容易 其實這也是考驗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如果要反攻 那事實上台南的光電案 你們應該叫人家去查 國民黨議員也一堆 那為什麼都查不到 這個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事實上國民黨真的能夠查的 是桃園市的 如果有弊案的話 而且你會直接打到鄭文燦 這個對賴清德的選情 就會有直接影響 那這個就變成考驗張善政了 就你要不要去辦這件事 那美國眾議院通過了 對聯合國決議的 自己的解釋的版本 這個是沒有用的 你美國提案 你美國行政部門 要在聯合國提案 看聯合國的案子 你有沒有辦法推翻 如果這個東西你要去提案 那美國跟中國 大概就要撕破臉了 那看拜登政府要不要這樣幹 所以我是覺得外交部跟游錫坤 你們也不要在那邊用一些 似是而非的言論在誤導台灣民眾 美國如果要支持你 請美國就國會的決議到聯合國提案 要求對275報的決議推翻他 不然就重新解釋 如果美國政府沒有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在玩你而已 在玩你台灣 也許是在感謝你台灣捐錢 各種原因 不然就是做半套 那你把做半套的東西拿來當作 感謝美國人真是偉大 你應該去問拜登 拜登為什麼不跟進呢 對不對 所以我說外交部長 你應該進一步去問拜登 請他跟進 眾議院的決議請你跟進 尤錫坤也盡量講 那個才是真正的外交 所以我覺得執政的成績 大家看得懂 你講哪一個對台灣 或者對國際的形勢 會有真正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外交處境間 就不用拿這個來當安慰劑 好 其實在這一次 很多國際間大家都在問 他現在提出這個 2758決議不涉及台灣 他到底是歸屬主權等等的問題 基本上一定會引起 中國這邊的一些抗議 這整個還是拍攝通過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之後還會要送到參院 如果真的大家都過了 你拜登到底處不處理 這一些其實大家都想問 但是我們台灣這邊 就趕緊先把它放大來看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來看這一件事情 請教吳老師 其實這個法案也不是全新 它主要在修改 我們美國國會2019年的 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法案 簡稱那個叫台北法 當初的法案就是什麼 第一個他要我們的盟邦 不可以建議事先拿美國 台灣的錢又跑去跟中國建議 第二個有什麼積極的 在國際社會 替台灣推參加叫國際組織 所以這一次這個法案 叫做台灣國際團結法 由來是這樣子 他是由八個友台的眾議院的議員 推出來 其實坦白講 現在美國國會 挺台非常強 舒奇老師講了 435個眾議員 旁邊都有台灣的遊說團體 圈圈的圍住 提出很多友台法案 我們很歡迎 的確歡迎 對 你要不要聽我們講話 歡迎 問題是這個東西是不是新的 其實不是 我們看早期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不算在推什麼 對於275 我們要講說台灣人民的聲音 要在裡面聽見 不管能用重返聯合國議案 加入聯合國議案 以前都有 這不是民進黨政府的專利 國民黨政府也做 我就特別查 早就92年開始 我們有九個友邦就提出中華民國 那時候中華民國 是不是要有積極的加入參與 參與聯合國 93年的時候 那時候外交部長前赴 就特別提出要積極參與聯合國 這個做法 甚至在2000年 陳水扁執政之後 我們有所謂聯工小組 在紐約 我們大陸裡面有個專門 做聯合國辦公室這個小組 專門在做什麼 每年請我們友邦 在聯合國幫忙台灣講話 包括像2002年 他們就講中華民國 擴護台灣 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甚至在2006年直接講 台灣2300萬人 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 這過去都是由我們 台灣外交部的國主司 積極的跟我們的友邦 在聯合國做這個事情 只是時空境遷了 我們的聯工小組就解散了 沒了 然後現在我們的國主司 工作被什麼 北美斯抓去做了 因為北美斯要負責 跟美國的參眾議會做接洽 希望他們能提出一些 對我們有利的法案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由美國國會 做了以前我們做的事情而已 可是重點來 剛才我也滿支持亮哥的說法 就是那如果美國國會提出這個法案 接下來眾議院過了 他要丟給參議院 參議院如果再過了 拜登要簽字 簽不簽了 你簽了 那接下來呢 What's the next step 你下一步什麼 或實質效益嗎 台北法 你想想看光台北法 2019年台北法 你簽了 還是同途 他是跟你斷交 對不對 國際關係就是權力政治 那怎麼樣替台灣在這個中美競爭底下 幫我們殺出一條邪路 很重要沒錯 問題是口惠而食不自食的東西 很多沒錯 問題是我們台灣到底能做到什麼 能加入什麼 對不對 WHA我們能去嗎 不行嘛 I care能做嗎 不可能嘛 過去能做了 現在都不能做 原因是什麼 追根究底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都不去講 做這麼多東西 我們在國外的僑民很幫忙 花很多錢在替台灣做這些事情 就像我講的 不止是435個中午園 100個參議員旁邊都有台灣的 有罪團體在這邊幫忙講話 問題是我們找出的這個結果 是不是真的能替我們 達到一些實質的目的 這點是我們要看的 所以我有講一個 這個吳昭協說 台灣關注華爾 跟台灣戰爭是不會一速即發 用嚇阻沒問題 問題是我們講 怎麼講的 我之前在講過 長遠的和平 永久的和平 才是很重要的 好 其實我們必須要講 剛剛老師也特別提到了 就是到底怎麼樣 才是有實質的事情 才是能夠讓大家 真的真的走出去 你這樣子被講出來 當然你對我們好 我們也很開心 可是能夠實質效果嗎 還是我們又被當成棋子了 來 請教一下小艦長 原因是因為現在正在軍演當中 現在軍演是什麼 我們的國安局 我們的國安會 這長官們都告訴我們說 不會 我們是這個在 海峽中線那邊就被解決了 他們不會過來 結果我們在演習的都是反登入 甚至還看到美國人也直接來了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 事實上來講 我們現在練的都是反登入 可是我們反登入真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主角設施 以及我們的戰術 足夠因應反登入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這麼說 我們回想一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諾曼地登入前 事實上來講 在法國北方海岸 這一個我們講到說什麼 諾曼地的這個海灘 是由誰負責 是由羅美爾負責 羅美爾當初在視察 這個叫做大西洋長城 這個大西洋長城的時候 他講什麼 他說如果登入 第一個24小時 對於盟軍也好 對於德軍也好 事實上來講 具有決定性 而且那一天 就是最長的一日 那這最長一日 我們看看那個大西洋長城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我們一般看很多的電影 他在上前面最高 至高點 他事實上是有火炮的 但是我們從 他從海面 從那個低潮區一直往上 他有非常多的主角設施 那當然有在金門所可以看到的 鬼條寨 這鬼條寨上面是有鬼雷的 意思就是你碰到就會爆炸 然後再一直往上 也有鋼刺猬 我們這一次當然也有鋼刺猬 這樣一路上來 然後有刺濕網 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諾曼地登陸 諾曼地登陸 最慘烈的奧哈馬海灘 他多久被攻下來 大概也就是6到8小時 就被拿下來了 然後整個海灘上面死了2500 500個盟軍 那在這麼慘烈的登陸上面 我們看看我們這一次 我們這一次在巴黎海灘的布設 這個布設好像是有那個樣子 可是我們並沒有所謂的 大西洋長城 沒有用混凝土構成的長城 那也就是說你就光靠的這幾個 你就想要反登陸嗎 而且這裡面有個問題 大家都說這是有史以來 最接近實戰的 你是用什麼樣的實戰來衡量 你是用諾曼地登陸嗎 可是現在距離諾曼地登陸 已經80年了 你還在用80年的想法嗎 解放軍現在正在照第四艘 075的兩棲攻擊艦 他為什麼 因為他要垂直登陸 他為什麼要去走你過五關斬六將 而且你看這個樣子 好像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這裡面竟然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縱油的縱火區 大家有看過這個三國赤壁之戰的時候 你確定風向是往海上吹嗎 如果是往我們自己這樣吹 那我們這裡部署的人 是不是通通拜拜了 你還確定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這樣講 就是對不起 這邊還有最下面一個圖補充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搭的這一個壕溝 你有看到這壕溝上面 它其實就只有一層木板 跟幾層沙 一層很薄的沙土而已 這樣你真的確定可以嗎 你覺得你去看一看 烏克蘭人家怎麼做 人家是深挖一個洞 上面最起碼有三層以上的沙包 你就靠兩層木板 那個就是演戲 絕對不是什麼漢光演習 因為你如果只是這樣 敵人都已經到了灘頭了 也就是我們的滯空都不在了 他的攻擊直升機 就對海灘攻擊 對海灘掃射 你真的覺得 我們的士兵還可以站出來 拿著很充容的拿著刺槍 或者刺針飛彈 很充容的拿著標槍飛彈嗎 對不起 不可能 是 好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講了 在整個國際社會上頭 大家看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美中關係之外 很關心的是台海這邊的安全